不叫大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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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聽了幾位民間的聲音 就輪到林太 可能要回應一下 你說了很多觀點 我試一下很簡單地去總結 我想之前大家知道 林太是不接受不叫不叫大上場 不叫大上場 讓大家攝影的朋友 可以回應一下 其實我覺得可以歸結為兩個問題 除了不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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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上場 可以看看林太會不會接受 第一個 剛才我提過 是否要重新去評價 不單單是這個已經平了一盒 歷史建築的碼頭 是整個地方 包括大會堂 或這部廣場 和這個碼頭 這一帶 這個地方 就是後面的 那張的Banner 裏面的 可否評價 再重新評價一下 歷史價值 是一個文文的角度來講 第一個 會不會呢 第二 工程問題 工程問題 出現這個 政府有政府說法 民間是民間的想法 不知道政府願不願意 再將那樣東西拿出來 例如 他再談過 跟民間 第二 或者根本乾脆就是 開放給公開地去招標 看看 有沒有一些機構 有沒有公司 是願意提出解決方法 林太太會不會願意接受這個動態呢 我覺得這確是一個歷史文物的問題 一個是一個工程問題 我們看看林太會跌倒的問題 謝謝林太 謝謝 謝謝 謝謝主持人 謝謝各位朋友 這一場的論壇 肯定比剛才那一場更加熱鬧 主持人在這裏的資料 就說 我被提供我的廣告 但其實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在公眾場合說話很少用廣告 因為我都是用心說話的官員 我相信各位在座的朋友 亦都是希望聽到一個用心說話的官員 或者在我未回應 剛才幾位朋友的發言和主持人 特別提到的那兩點 我也想講講 今次這個由本島行動主辦 即是回應我的要求主辦的論壇 在討論過程裏面 其實我只是講了一件事 我就是說 如果這個公開論壇 是要政府 或者我本人 承諾不遷不拆 皇后碼頭才能夠進行 那對不起 我做不到 做不到的理由 是因為政策有個延續性 皇后碼頭的遷拆 和中環三期年海的工程 是討論了相當相當長的日子 我們不能夠某某意 以為一個新官上場 就可以改變很多歷史的事實 和很多政策 延續性需要作個考慮 所以我是相當斬釘 自欠 在第一時間 通知了本土行動的朋友 這個條件 我無法接受 因為接受了這個條件 將會令到我的心 是對不起他們 因為我會將他們的期望 提升 提升 其實會 提升 提升 給他們 提升 這種做法 不是一個負責任的人 會做的 但除了這個條件之外 其實我就著這次的論壇 是完全沒有開裂任何的條件 時間 地點 形式 要我坐多久 我完全沒有問題 即使剛才 那個論壹次序 主持人說 是遷就我 我覺得有利些 讓別人的 哼容我回應 是有利些 我可以和大家說 我們通常做官 都喜歡自己講完 就走人 不是特別喜歡 所以這個也不是我的要求 我是說 你要我開場發 帶著政府的立場 可以 你要求我在最後做一個聯盟 也沒有問題 我希望這次的活動 或者這次的對話 是為我們和民間的團體 中文的社會 在接下來一段很長日子的溝通 開了一個模範 或者一個先例 往後的日子 走入群眾 這些日子 一點都不簡單 真正的走入群眾 和市民溝通 是特區政府共同的信念 我希望大家 亦都能夠明白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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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剛才兩個 很具體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古物諮詢委員會 是負責評級的工作 就著香港的歷史建築物 做一個評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不是一個政府法定的功能 這個是 古物諮詢委員會 作為一個諮詢的組織 他們是就著這個工作自己進行 所以我亦都很難代表 古物諮詢委員會 去回應剛才主持人說 能不能留在 這張文告訴大家 這個評級工作 不重要 同樣地 當古物諮詢委員會 經過了在二千年到今日 其實是反覆討論了黃河馬韓的歷史價值 四次之多 每一次我們都有清楚的紀錄在案 二千年的時候 基於一份歷史學家 做了關於整體這裡的建築物 因受中環鐵海影響 每一個歷史建築物 有什麼價值 應該怎麼處理 古物諮詢委員會 做了詳實的討論 當時最強烈的信稱是 大會堂是一定要絕對保留 但對於黃河馬頭 那個說法是 作為一個在中環一帶 在那裡休閒 催催涼風的地方 是有它的意義 但是未去到有一個大的歷史價值 所以古物諮詢委員會 在一直以內 都沒有提出一個要求 是保留黃河馬頭 是原子不遷不拆 去到今年5月9日 當然隨著這幾年 保育意識的高漲 和大家的訴求 古物諮詢委員會 沒錯 是平定了為一級 我們亦都很尊重這個一級的評定 就是說會盡一切的力量 去保留黃河馬頭 我深信我們今天的工作 是符合到這個盡一切努力 去保留黃河馬頭 因為保留黃河馬頭 今天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答 像是否的問題 因為在這麼多年 我們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的時間夠了 一會兒有機會我回應 但是 我們很公平的 我們很公平的 在所有公眾的文件 都有交代 並不存在 我是在裏造事實 為什麼這個工程叫中環填海第三期呢 究竟第一期在哪裡 第二期在哪裡 第一期就是今天的國金 還有當然是機場快線的香港站 這個重要的基建 香港對香港帶來的益處 不需要我在這裏多講 第三期是今天天馬南的土地 所以第二期是天馬南的土地 所以第三期的迫切性 就是在於要處理 在這裏產生了的 一些運輸交通的需要 還有往後 我們如果要繼續香港的穩定繁榮 我們必須要再走前一步 但是今年我明白到市民對於 有一些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 它是有一個感情 甚至對於公共空間的訴求 所以從保存王後碼頭的誠意和努力 王後的從事 自調整個中環新海濱的貼切 我們是會聽大家的說話 我們一定是會尊重市民王後 給我們在設計海濱的意見 如果大家認為一個充滿活力 大家可以享用的海濱 是不需要有咖啡館 是不需要有些很小型的商舖 這個你可以提出 這個我們不一定要 但是在反覆的討論裏面 大家都認為 一個富活力的海濱長浪 是應該有一些配套的措施 所以不要隨便說 這個是大商場 我們不要大商場 我們不要高樓大廈 我希望大家也有一個機會 是看看究竟中環田外之後 土地的用途是怎樣分佈的 最後我也希望 本土行動的朋友 在今次裡面明白 其實他們已經將我們在保育的工作 推前了一大步 謝謝大家 謝謝林海